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哥 師父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放心吧 宁儿 越阳君还未与我一决胜负 他不会这样轻易死去的 他不会这样轻易死去的 娘亲你别担心 小爷一向说坏算话 从来不骗难难 他说以后 每年月夕都会陪我们一起过 所以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外公会治好他的病的 爹 怎么样了 夜宵都不会死的 不可能 大哥不会抛下我们的 谁告诉你们 夜宵都死了 那 爹的意思是 没事了 当然没事了 爹的医术 你还信不过吗 吓死我了 还好我师父吉人自有天相 不是 韩大叔 既然都没事了 您刚才摇头叹气干吗呀 我这不是叹气 是长出一口气 当年夜宫 是因我轻信司徒宇 才被段雨红害死的 七年了 七年来 我寝食难安 有愧不已 法室要研制出 医治段雨红的解药 翻越神龙一点下策后 我终于如愿以偿 旧的还是夜王的长子 我外孙的爹 你说 我能不感慨两朵吗 缘起缘落 世间万物果然是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 韩伯父 我们现在可以去探望大哥了吧 他眼下虚弱 最好不要太多人进去 可是 那我和楠楠先去 小果子 叶消毒 对不起 让你和楠楠担心了 以后不许再骗我 我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 绝不食言 楠楠全都知道了 楠楠 你不是带了礼物来吗 小夜 你之前没画完的那幅画有毒 被娘亲烧了 所以我又画了一幅一模一样的 送给你和娘亲当作成婚礼物 添补 小夜 是不是该改口了 天 没关系 这事不急 反正我们一家人啊 以后有的是时间 爹 你刚才说什么 爹爹没听清 再说一遍 爹爹 我好养你啊 见过叶王妃 终于有机会 当面感谢韩大人了 听浩然说 是你救了绣儿的命 叶王妃言重了 是我韩潇 亏欠叶王的恩情 都过去了 没想到时隔七年再见 咱们竟成了亲家 叶王泉下有之 定会心感安慰 请 叶王妃请 莫姑娘 莫姑娘 你今天有看到清宁姑娘吗 叶早便出门了 说给师父挑新婚礼物 怎么现在还没回来 她不会是跟李大人去私会了吧 新郎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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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入场